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锁定非凡 麦哈顿 我是Amy 同时欢迎在我身边的股市长盛军 软黑茨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的台股收盘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15,012点 今天涨了133点 对 而且今天大家昨天看到美国大涨 昨天南德鲍尔出来讲话是讲比较鸽派的 因为以前他每次讲话就都会让大家吓一跳 对 都很鸽派 对 结果昨天讲说 他就把这个缓线期的这个节奏 把它给确立了 昨天美国股是也大涨 中国也是有好消息 所以两边都在放好消息 美国当然缓线期其实大家也知道 基本上这个步调是没有变的 再来中国它不用办法一次解 但是还是稍微是解了一点点 所以两边都算是有利多 台股当然今天就大涨了 但今天指数是有流了一点点上一线 因为今天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是涨200多点 那收盘的时候是133点 那今天这个稍微下来一点点 台肌电也下来一点点 就是说 不过我觉得现在重点其实 倒也不是在这边 因为其实指数它还是慢慢在往上面走 只是说它留一点上一线或者没有留上一线 那或者涨多一点少一点 其实在后面来说也没有这么重要 而且老师我也发现这些好消息 说真的对投资人来讲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回归到个股来看 就像老师讲的 就是回归到个股来看 真的就是成长面 它就是一直在往上涨 对 基本上就是成长的股票 其实这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朋友就是想要买股票又不知道买什么 对 但是不买又怕它一直涨 对 然后买了又不知道说 它会怎么样呢 对 想买的话呢 这个想买的话呢 但是要买又不敢买 但是不买它好像又一直上去 对 所以的话我才说这个大家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特别注意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都是有蛮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说事实上你看这个 很多股票重点是说 你要在它这个期涨之间就先买 是 就先稳稳坐在那里了 对 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 想买又不敢买 然后买了以后又怕震荡 但是不买的时候又怕它一直上去 其实降下去的话会出过很多股票 真的 然后你自己又不好判别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跟对人很重要 对 而且我们这都跟大家讲了不是吗 对 是不是 都事前跟大家讲了 是 没错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那个我们是不是前两天才特别跟大家说 这个年底之前生计 还有谁有进度 对 老师有讲到 对 那来看看今天是不是就直接 就今天台康生 哇 直接攻涨停了 对 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尾盘的时候 今天是涨停锁住 是 今天锁9000多张 哇 对不对 所以再回来看看是不是 这之前之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先买好 老师有讲 在节目中有讲 就是它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年底之前有新进度的 你真的就是要先准备好了 是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收盘的时候 今天涨停锁住了 哇 我们又不是涨上来才跟大家说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先买好的话 你是不是其实就很可以轻松的 转涨停板 真的 而且是足足一根涨停板 是 对不对 所以才讲说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说 好像看起来满天金条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抓 要三个没半条 不知道要三多一条 所以重点就是呢 就是你就是要跟上来 而且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FB也好 Line Ad也好 这些都是大家一定要持续来锁定 因为我们都是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 这个生计在年底之前谁有新进度 没错 你当然不会等到它进度出来以后嘛 对不对 因为老师也讲过股价就反映在前啦 老师也都提前告诉你了 对啊 那股价都反映在前面 你不管是等到它进度都出来以后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 是 对不对 所以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当然就要先恭喜大家 是 真的 恭喜我们的投资朋友 对 因为你看今天台康 现在是直接涨停板 是 然后其实的话呢 这波标股的话 我们一档接一档 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逻辑 哇 太好了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蛮重要 只是很少会跟你讲 对 大部分人都是直接跟你讲 这档怎样 那档怎样 对 然后要买哪一档 要买哪一档 都是在看数字而已 对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那个逻辑 一直讲清楚 好 那所以我说呢 这个当生计里面的话 我觉得有些股票它还是一样 会继续去创新高 那你看这是今天的美食 是 今天美食其实它已经快创新高了 哇 真的耶 你看 因为就是慢慢一直往上走 对 它其实今天你看 严格说起来它差一点点 今天的话最高到25 2.5 这个高点其实就25 3.5 是 就差一点点 一块钱就要创新高了 是 而且呢 这个讲起来的话 它收盘价其实是创新高的 收盘价其实已经比新高了 是 所以你看从美食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不晓得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说 你就跟我们一起买好 对不对 然后买好之后 到现在这个一差已经100块钱了 对 对不对 这一差幅度就很大 真的差很多耶 而且它就很明显 老师那时候说 我会带你找这些往右上角的 它真的就是往右上角走啊 人家那个时候 没在右上角好不好 是 是不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喷出去 对啊 结果一喷就喷了100块 没错 而且我跟你讲说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股票当然要 比较深入一点研究 其实它今年就是贡献一部分 因为你这个9月才开始 而且它还要铺到通路去 所以它前面出的 就为了后面这个 短短的几个月份准备的 那现在就是 今年的话要贡献一部分 明年就贡献一部分 所以的话 我常讲说股票其实 它讲起来它就是 其实它只有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一个就是在这个利多来之前 期涨之前你先买好 那买好之后再来 再来你也不用做什么 你刚加码之后加码可以 但是你基本上就是把它厚住 然后再来的话 等它喷出去之后 涨一大段之后 你到这个平价差不多 到相对高早 合理目标价的时候出一趟 其实是这样而已 诀窍赶快笔记下来 其实是这样而已 只是说很多朋友不晓得说 那我不晓得后面想记得东西 所以这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才说大家一定要跟上来 真的 因为一档一档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验证 一个一个都在喷出去 没错 对不对 你看像是宝瑞也是一样 它都已经怎样 它已经随时也准备要去创新高了 是不是 第四季的数字也是会非常漂亮 这个利多也都等在后面 所以我说这个在起涨喷出之前 我们都跟大家先讲好 就是像那时候这个美食冲上去之后 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很想买 但是我真的是有点买不下去 那我就跟你说没关系 你就是要锁定什么 锁定接下来这个年底之前 有新进度的 对因为会一档接一档 对因为年底之前有新进度 那这个进度出来之后 第一个你第四季可能就有贡献 那再来的话更重要是什么 你这个新进度就是反映在明年 对不对 你就反映在明年里面 明年就是完整去反映 所以我就说相关的这些股票 大家要注意 所以生计里面的话 确实它成长性是很强 不过不是每一档生计 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不是每一个都一样 对 因为现在就是在涨将来的成长性 涨成长性说每个东西都不同 所以它生计里面的话 当然你看到这个已经喷出去了 今天这台康生就直接给你涨停板了 是 没在客气就可以锁住了 对 接下来的话其实你看像是合一也是 我觉得合一也是准备要喷出了 是 你看它基本上今天在电高了 量开始慢慢就出来了 那反正现在就倒数计时了 中国的药证那个就倒数计时了 接下来美国也准备要出货了 所以的话那个我常讲生计 生计是比较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每一个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 它不是说像是这个 比方说电子PCB就大家都PCB 对不对 它是每一个虽然大家都是新药 但是那个新药里面 每一个人的市场 每一个人东西都不同 对 每一个市场的这个对手也不一样 是 有对手没有对手也都不同 那合一好处是它是这个就没什么对手 是 而且市场都够大 对 所以你看其实股票都是在涨什么 还是涨成长性 是 而且股票在反映成长性 那为什么成长性很重要 你看法人其实他常常都是 他都把成长性摆第一 是 所以你看他有时候 这个毛利上来的时候他就追 那毛利掉下来几% 你看法人就也没很客气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这么重是成长性 那营收也好获利也好 因为成长性 那么其实这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一个股票的这个成长性 它其实会反映的 不是只有你看到那些数字 不是只有你看到说成长两成 然后所以的话股价涨两成 没有 然后现在里面还有更多的窍门 所以我才说 大家如果还没有这个 加入我们的这个金融软实力 我们的FB的 你真的要赶快 因为别人没有告诉你这么多东西 真的 而且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好详细 不是只有对你现在有用 是对你明年后年都有用 对你十年二十年都有用 对你后面接下来一辈子的操作伤害 都非常有用 所以很多的心法是大家不晓得的 好我们来看看 其实我刚刚讲说 很多朋友讲说 好像满天金条 不知道怎么抓 对不对 抓起来没半条 对不知道抓哪一条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抓的 对不对 你直接跟上来的话 今天的话你就 轻松 你其实今天就是直接涨停 对不对 金锐 对你看今天早上的话 其实开盘也没有开很高 对吧 还有量有价的 是啊 你看今天到中场的时候 就涨停锁住了 是不是 重点是 从我说我常讲 一个标股它其实在中间的时候 都有好几次上车的机会 只是你会不会上车 对没上车就没有 对你就会像少一段又一段 对 那重点是你会不会上车 你知不知道能不能上车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你会掌握这些话 那满天金条你抓起来也是好几条 对不对 你抓起来的话你看台方升涨停 然后今天金锐也涨停 对 你随便 你说算慢一点的 你今天早上都来得及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满天金条 要跟着我们一起来抓 好 但是这个还是要来导入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还有一个很多朋友的迷思 是 很多人就想说 这个安控到底要找到哪里 对 那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说 大家记得我当时跟大家讲的 记得这个吗 这很重要 来 老师我记得 戴维斯双吉跟戴维斯双瞎 对不对 在节目中有分享过 对非常重要 对这个我们讲很多次 对因为我有追踪FB 我有复习 对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的话 你还不知道的话 你就上我们的FB 对 上FB里面的话 在精选文章那里面就有 是 这里面会很详细的跟你说到 这是什么 对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了解这个 那前面 今年前几个月那个大跌 你大概都可以比开 没错 你大概都可以散得一干二净 是 然后再来现在的话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标股这么强 你就会知道有些股票涨到哪里 对不对 来这个现在 你说为什么它们这么强 是 为什么我告诉你 今天还会涨 你看看这个就在反映什么 它就在反映这个 它就是在走这个 其实生计也是 是 它为什么会涨不停 一路在创新高 对它就在反映戴维斯双吉 是不是 了解 戴维斯双吉是什么 对不对 股价怎么来的 对 股价等于 EPS乘以本义比 是不是 那EPS乘以本义比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成长股票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你成长的时候 你是不是EPS上去 对 对不对 你EPS上去股价是不是就上去 是 是不是 因为股价等于EPS乘以本义比 对 所以你股价上去说EPS就上去了 EPS上去股价就上去了 是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什么 你是成长的股票的时候 你成长越来越强 高成长的时候 你的 你的本义比要上去 是 所以是两个乘起来 哇 那就很可观了 那个叫做双倍的效果 双倍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很多股票会涨超过你想象 是 中间有很多上车的机会 有的朋友错过 结果发现后来就一路喷出去 对 对不对 因为你要了解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的话 你这是双倍效果 是 那为什么安控这么强 对不对 其实2019年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开始禁了 但那个禁令就下了 就是说我这顾结我的国防安全 这个你们这个不要 不能用大陆的东西 是 那海康威视跟中华股份 他们两家 在2019年的时候 全球市占就已经四成多了 就两个里面就一个是他们的 对不对 然后你2019年的时候 其实禁令已经下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2020遇到疫情 结果遇到疫情的时候 你那个转单效应来不及啊 还来不及发酵嘛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这供应链就塞住了嘛 是不是 然后再来的话 新的这个更新还没开始嘛 对 然后又还缺料 对不对 所以那个转单效应 在2019年的时候 虽然禁令出来 但是2020的时候是没法发酵的 因为我又缺料又疫情 对不对 到2021 对不对 到2022现在开始欧美的先解了 对不对 所以它开始慢慢发酵了 接下来中国大陆也要解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它的发酵程度 才会这么大 对不对 现在英国又要加进去了 所以你就说 我就跟你讲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强 是不是 你如果了解那个逻辑 你就会知道 对 你有好几次上车的机会 真的 是不是 你有好几次上车的机会 对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是 你就会知道 这叫做双倍的效果 对不对 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些股票是跌双倍的效果 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就说 我们的FV给大家的是 很多人大家不知道的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资讯 你真的是一辈子受用无穷 对 对不对 因为你大涨的时候 你标股 你可以完完整整 知道它会怎么走 对 是是 你可以赚得更多 是 对不对 那反过来讲 跌的时候 你又可以避得一杆二斤 对 所以我才说 大家一定要 还没有杀入 真的要赶快 是 那当然的话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些 我要跟大家讲 就说来看看今天这个 金锐就直接涨停了 对不对 没错 今天台康盛也涨停了 对 也涨停 那美式也准备要创新高了 美式也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就跟你讲 重点是 你会不会上车 对 这很重要 真的是满天金条 你有没有抓到半条 是不是 对 你其实直接跟上来的话 你今天就抓到了 轻轻松松 对 你台康盛就先买好了 今天就涨停给你了 你真的抓到没 对不对 你这样就抓到了 就先来了 对嘛 然后再加上 又再精锐又来了 今天的精锐也是涨停 对 也涨停 所以满天金条里面 你就是要会抓 对不对 你要怎么抓 那就赶快跟上来了 没错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而且老师都把所有的讯息 所有的资讯 在我们的FB 在我们的LINET里面都有 现在你看到画面上 我们都有LINET 我们的那个金融软实力的 FB的这个QR Code 也包含呢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 我们的LINET的QR Code 随时你就可以拿起手机 直接扫码 或是打上我们的ID 记得前面加个小老鼠 小老鼠 POWER8888 小老鼠 Power POWER8888 找这个ID 直接在我们的LINET里面加入 也可以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力服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出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的话等一下我们的节目后也有专线 你也可以直接播电话进来 请专人来协助你 那这一段呢我们应该要好好分享 就是关于个股的部分 刚才老师我们在上半段节目有提到 哇我们带领大家这些个股 全部今天都涨停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些 可能让大家更关心的这些内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内容 就是说有时候因为节目时间也有限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你要成功工去掌握当于党标股 真的在起涨之前买进 然后买进之后中间还可以加码 然后的话到高档的时候 真的是一大段给他这样子满满的获利 这其实真的很多很多技巧 所以有很多的逻辑 那有很多的这个操作的心法 那当然也有很多是产业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对一般的投资朋友来说 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得这么透彻 所以在我们的FB上面的话 才会说大家还没有参加要赶快参加 因为你还可以反复的看 那反复的看的话 有时候你听一次就忘记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反复的看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那就会慢慢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大家就要把握就是这样 当然的话我们的Line 8的话 也一定要把握 因为我们的Line 8的话也是 就是说大家在盘中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就了解 这个今天的这个掌握重点在哪里 那当然的话标股也在里面 只有才说还没有跟上朋友的话 当然你两个都要扫描 那我觉得我们的东西确实是与众不同 所以还没有参加朋友的话 这个刚才Amy也跟大家报告的很清楚 没错 我们看到画面上 我们的QR Code 你现在手机可以拿起来直接扫码 其实加Line 8最快了 因为其实在Line 8里面 我们的金融软实力的这个连结 也在我们的Line 8里面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加入 你现在也可以去拿起纸笔 先把我们的ID抄下来也可以 那么ID前面记得加个小老鼠 POWER 8888 四个8 前面先打上一个小老鼠的符号 再加POWER POWER 很有力量的POWER POWER 然后再加上四个8 8888 你就可以正确的加入我们金融软实力的Line 8 所有的资讯 所有的内容 跟详细的投资技巧都在里面 包含其实老师刚刚上半段就是在分享这个戴维斯双杀 戴维斯双杀这个技巧 其实我在追踪就是老师的FB的时候 我有发现你只要跟着这样子的投资技巧 其实你就可以真正的趋吉避凶 而且的话的话你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 是这个双倍的效果 那当然刚刚讲到安控 安控很多朋友也很关心 但是安控里面的话 其实股票也不太一样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这帮大家整理好的这个安控的股票 你这个你也可以在FB上也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还可以在FB上再看一下 其实像安控的一些股票 其实大家有不同 现在是美国为主 所以美国里面 比较以美国为主的就前三家 这个金瑞 奇偶跟盛品 他们的比例都是很高的 都占有至少六成以上 对 都六成 七成 八成 这比例都很高 那深瑞的话 它是其实美国也有 但就两成 那它是台湾为主 那天悦店美国也有 但它欧洲很多 所以如果欧洲以后扩大的话 你就要注意这个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现在英国有跟上来 所以就注意一下后续的效益 那再来杭特也是另外一个低价 不过它几乎都台湾了 九成以上 所以这个比例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那产品类型做法也不一样 像金瑞的话 它是有自由品牌跟代工 代工多一点 那其有是以自由品牌为主 而其有一个好处是它有软体 然后那再来的话 盛品就全部代工 所以它是代工为主的 那深瑞也是代工为主 可是它营收里面有三成是倒车雷达 所以它不是算是纯的安控 那再来的话 像天悦店跟航特也都全部代工 所以有品牌的是前两个 那有软体的是奇偶 那再来的话 北美比重大是前三个 所以每个股票真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如果了解的更多 然后你也了解代工是双集的那个逻辑 对 你也了解那个逻辑 其实我觉得你接下来 很多很多赚钱的机会 对啊 爱工的个股还蛮多的 对 就像是你这个很多朋友 是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盘 这个开盘的时候 想说哇 开这么高 那是不是好像满天金条 但是不知道要抓哪一条 很想赶快跟上来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抓哪一条 那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抓到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话 我是跟大家讲 其实你今天不是金瑞的肥党体吗 你就要跟对人就好了 那你不是今天就可以直接抓涨停了吗 满天金条你抓起来何止是一条 直接上车就好了 对不对 你抓起来还不只是一条 是不是 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台康生也涨停了 还记得吗 台康生也涨停 对不对 这是前几天 就是前两天跟大家讲的 而且还不只讲一天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你就发现 我说大家为什么要跟上来 这个盘中的为什么LINE也很重要 对不对 你要每天都要知道什么 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技巧 对 那再来的话呢 很多朋友还是刚刚说的 真的是大家很多人 真的很想要赚钱 对 那大家就像早上真的 大家都抱着很兴奋的心情开盘 对不对 大家抱着很期待的心情开盘 对 然后看着大盘上万五 好兴奋啊 好兴奋 然后不知道那个金条在哪里 对 好想抓金条 好像满天金条 但是不知道抓哪一条 对 也不知道大家有抓到没有 是 但是你 其实我们今天就蛮简单 就 真的 你就跟着专业的做 就很轻松 好几条都抓来了 放进口袋里 而且还有波段大涨的 对不对 还在准备要继续创新高的 所以我才想说呢 来大家跟上了没有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话 我们真的要欢迎大家了 对 那因为很多朋友真的是 想要抓满天金条 不知道要抓哪一条 所以的话呢 来 我们今天的话 当然也要恭喜大家 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对不对 那么都非常轻松的赚钱 没错 那很多朋友呢 想要来把握满天的金条 但是不知道哪一条怎么抓 因为怕抓不到 那所以的话呢 来我们今天会 直接让20个好朋友 来直接体验下一档咯 谢谢老师 是不是 太棒了 所以你今天抓到了吗 对不对 你今天有没有把握到呢 没错 是不是 你今天有没有把握到 直接可以赚涨停呢 是 然后你先买好的股票 今天有没有直接分涨停 真的 因为你先上车 才有赚钱的机会啊 没上车永远都是零啊 对啊 而且这个就是说 我刚刚讲到 有一些操作的这些心法 那些逻辑 就是慢慢去强化大家的一些东西 是 那当然的话 第一时间上面 你还是要跟上来 没错 因为在这个 真的在走个股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 这标果会特别多 是 那你如果错过它 就会超可惜 为什么 超可惜 对因为现在个股比大盘又重要 真的 现在个股比大盘又重要 非常的多 对 所以这个情况还不只是现在 你这个再延续到后面都是这样 2023也是个股为主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的话呢 你要去把握 那满天金条不知道怎么抓 那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抓到了没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手上有没有这个可以马上现买现钻涨停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昨天前天就买好涨停的 然后你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 那就刚快直接来把握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也不能太多个名额就是20个好朋友了 好就很棒了 赶快打电话就对了 对所以我们20个好朋友可以直接去体验下一档 那你错过了宝瑞吗 错过了美食吗 对不对 那你如果错过那些 你是不是又错过了金瑞跟企有的涨停呢 那你如果错过这些的话 那就二话不多说了 你如果错过这么多的话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现在想就不用想了啦 错过这么多还要想什么 先打电话再说了 把握这20个名额再说了 没错 对 所以等一下记得赶快把它进来把握了 增值列车已经开跑 一档接一档 这次不要错过20个名额给你 等一下赶快打电话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诈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宪先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